噢 放鬆喔 這才是真的源頭啦 這是受傷的地方啦 那我們通常不會一開始就弄他 我前陣子開始練三鐵之後 我狂練游泳 然後練了兩三次 我肩膀超級痛 就是這樣平局啊 都覺得不太舒服 今天來找劉醫師治療一下 來 周圍你好 要看什麼問題 我今天就是肩膀啊 我前一天去游泳 然後游完之後 我現在有一點點 我感覺有點嚴重 是我有點舉起來 就是平舉到這個角度 我就會覺得肩膀有點不舒服 這樣聽起來的話 感覺應該是那個三腳肌出問題 因為其實一般在處理起來的時候 肩膀痛 肩膀雖然只是你可能痛 是在某一條肌腱 或者是某一條人帶或滑囊 大概你的問題 我會在肩膀這個前後的 前後左右這邊的肌群都要做處理 好 對 那就是會 針灸 對 我們中醫就是用針灸 或者是用徒手治療的方式 好 對 這個比較快啦 當然你說如果我們用內服藥去做 調理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覺得 因為這比較明顯是 就是力學上物理上的一些結構的問題 就直接用針比較快 對 看起來好像在跳舞 我們現在在看 因為現在就 你就把我放鬆 對 所以你現在很明顯的就是 在活動上來講 你的前面曲肌 胸大肌二頭肌這邊的張力還是比後面大 所以你很明顯的是 如果我們從側面來看 你這一邊這裡是比較平行於側邊的 你現在的這裡啊 你的 甲骨或者是你的 左邊的手臂是往前旋 往前 所以側面看起來我會 對 你也不用刻意啦 反正現在看放起來就是這樣 所以你剛剛會很自然的 它就是往前比較多 對 那所以我要先讓這個 前後左右這邊比較平均一點 現在這樣子放完啦 這邊就會比較鬆了 你看現在前面的胸大肌也比較鬆 後面就是大小圓肌也會比較鬆一點 所以剛剛我們這樣的過程是要 就是讓我的身體在比較自然情況下 回到正確的位置 對 擺胃比較正確 現在至少戳起來沒有剛剛那麼痛 那像我去物理治療 就是通常它可能會用紅外線或雷射 那像這樣差別在哪 我在意見 我知道你在講的事情 那基本上因為很多人你會問說 那我們這樣做跟有一些物理治療很像 但是不太一樣 就是說像我講就是說 我們剛剛強調的是一整個系統的概念 也就是說我剛剛在做的事情 你看我剛剛從頭到尾在做 引導你做一些姿勢的時候 我都沒有動你肩膀 我更何況我也沒動你這一條三角肌這邊的肌肉 對 那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 我要讓這一條這個肌肉跟這整個身體的相對位置 相對的結構要恢復 簡單來講啦 一個巴掌是拍不響的 所以一個結構壞掉 絕對是還有其他的結構跟著排列不對 它才會形成 所以我們先從遠的慢慢喬回正的 對 我把整個排列把它排回去 那我們剛剛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先讓這整個相對被動影響的結構都讓它歸位 OK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跟原來你剛剛講的什麼雷射啊 紅外線不一樣的事情是 因為如果是雷射或者是紅外線 你一定是針對你認為有問題的那個痛點去處理 可是事實上我剛剛講的 很多問題不是只有痛點才是問題 對 因為確實是 我覺得去復健科 就可能你很常去 然後就說你這邊痛 我就針對這個地方周圍幫你做向量治療 對 紅外線 但那個說真的 你回去還是 舒緩是當下 但你只要一運動 就還是持續出來 所以我覺得問題根本不是在那個位置 欸 可以這樣說 你講對了 你講對很大很常見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 今天我們不要講說 是因為是物理治療還是什麼 而是說 如果我今天針對局部做處理 對 那我比方說我剛剛講我就是三角肌 如果我是周圍醫師我拿針 我就一直拿針戳它 我把它戳爛了戳鬆了 那你當下好像不痛 可是就像你講的 整個功能性是沒有恢復的 因為 我一個完成一個這樣子的動作 不會是只有這條肌肉在動 一定是整體 對 所以我們在 我現在分副 原或者是先還原的是 我得先讓 其他被他牽連到的事情都先回來 最後 他剩下一些些 或者是他本來的問題的時候 我再去處理他 這樣在整個治療的觀念上比較完整 確實 因為我自己在教學生滾筒也是 希望是這樣的方向 因為很多人是哪裡酸滾哪裡 那根本就只是當下的舒緩 但他其實可能根本是他的 臀中肌 臀中肌就拉住了 然後他在滾小腿 其實我覺得沒有太大改善 沒錯沒錯沒錯 的確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治療的順序也是 那你會發現我們在 在接下來的處理中 我大概可能到最後面我才會去看一下 這邊到底有沒有怎麼樣 不然其實我都是在還原其他的位置 OK 好啊那再來喔 好 你這邊曲肌這邊還是拉住了 待會這邊要先扎 這邊要扎 那我們現在來放鬆 我現在一邊針呢 我會針在很淺的地方 你放輕鬆 這個感覺是 手指頭打字打太多了 電腦 對對對 欸這可以講嗎 請問搭手槍要怎麼用到這一條肌肉 我問你 好帥喔 再放鬆 用太多張 來肩膀放鬆 肩膀放 對對對 這比較辛苦一點就是這裡 所以你可能直接流汗欸 好帥 我還可以讓你留其他東西 再放鬆 來放鬆 肩膀放 好開玩笑 就是 你會發現這是光 你看好像跟這邊不見得有關的 其實這樣子解完就會 喔 那剛剛解除了 生機的張力 我們現在再處理一下 曲肌這一邊的 差一點點 那我自己蠻好奇 為什麼針灸不會流血啊 欸你講到這問題啊 我們一個是 針是針穴位 穴位通常是在肌肉的孔窍結構的附近 那它不是 它可能是神經肌肉 或者是血管的旁邊 這樣針下去是那個針很細 細到穿透皮膚也不至於讓它都流血了 對 因為流血表示你一定有扎穿 微血管也好 或者是動靜脈 那跟我們以前做犧牲 我們是要抽血 所以我一定要把針 針孔扎到血管上 可是有時候你刮傷或什麼 那就一定會流血啊 欸你講到問題了 受傷刮到或什麼 對對對 所以比方說 如果像我們來講 一個標準的刮 比方說刮沙 對 其實是我們是在皮膚 或者是淺層的結構上 去造成張力的調整 那讓它身體做一個重新的分佈 而不是硬要把那個皮膚刮出血 刮成沙 對 刮出沙表示你的力量一定夠了 但是通常都是太over太多 不用這樣 放鬆 放鬆 這才是真的源頭啦 這是受傷的地方啦 但我們通常不會一開始就弄它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覺得啦你這個齁 身體使用的慣性上可能 好可愛 好痛 我跟你講啦 一開始休息 我如果一開始跟你剛才 我們影片就可以結束了 呵呵呵 你就 你就跳得動不住 好那我現在最後再檢查就是說 趨肌這邊的張力有沒有平順 然後身肌這邊的張力有沒有平順 然後關節的活動度有沒有受到阻礙 這樣看起來是還OK啦 現在這樣至少有80分了啦 這樣子如果你回去運動應該是還OK的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你回去再去游泳我覺得應該沒問題 回去游泳應該就沒問題了 感謝劉醫師幫我這樣治療 我覺得好很多啊 就是相對於我原本已經以為自己好了 但其實被按了之後才發現我很多地方 還是很沒力很痠 對我來講比較了解到底什麼是中醫治療 因為我原本其實我自己認知的治療就是可能真的是真的 然後休息15分鐘後來查 就是我沒有被中醫的結構治療過 只是說算第一次 所以我覺得整體感覺還蠻好 我接下來就去游泳體驗一下 到底我在調整有沒有差別 是因為其實對我覺得我把你當運動選手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因為你的需求會比較大 所以我必須要讓你知道說 在你的身體使用的慣性上 或者是你真的在負重比較身體極限的情況下 是不是還會產生疼痛 對 因為像我治療很多 有些是那種跳舞的 他只有在劈腿的時候才會暑氣痛 你平常走路什麼都沒有 對你也是一樣 你在肌耐力的爆發比較多的時候 你才會感覺到那個疼痛 比方說你可能游了一千之後才開始 那那一種的我們就必須要讓那個 身體的平衡也好 或者是張力的平衡 讓他達到更好的程度 了解 好 感謝 那我們就來去游泳嘗試一下 好 今天影片就結束囉 我是你的家鄉恩哲瑞 感謝劉醫師 謝謝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我們在一起 就叫我 多 Hani